然后这里我们点再来一次就能够完全的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从刚才第一个回合的出手顺序我们应该是作用 啊我怎么是点这个技能啊我不是点再一次嘛 哦哦哦哦哦我的好兄弟干得漂亮啊 宝可梦主持我的最爱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对战视频 这边对方派出的是洛特姆洗衣机 而往方则是以霓虹鱼开局预约这一战 这个队位我只能说逮个正招 他想抓我和马兽 我就利用他这个心理反抓他一手 注意看啊我太金化一开 朝鲜一出游戏结束 他这个回合的正招只有直接换人这条路 忽然的话他就直接没了 哈哈哈哈他算得到吗他根本算不到 咱们霓虹鱼的太金属性是地面属性 这样的话就可以规避掉对手的这个电系技能 配合饮水特性直接玩风大方本 好的说话间咱们的霓虹鱼已然完成太金化 直接一个朝鲜文文命中 将对手洛特姆牢牢的困在场上 每个回合会掉血还不能换人 哎就算是福特替玩来了也于事无补啊哈哈哈哈哈哈 一般来说朝鲜这个技能效果只能困住对手四到五个回合 但是配合上我们现在带的这个道具 叫做警察勾爪 可以把这个束缚效果的回合数延长到六个回合 然后这里我们点再来一次就能够完全的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从刚才第一个回合的出手顺序我们应该是作用 哎我怎么是点这个技能啊 我不是点再一次吗 哦哦哦哦我的好兄弟干得漂亮啊 直接一把水炮打到米营水身上 特攻上成一个等级 没想到阴差阳错居然还有意外收获啊 那么的话接下来这一次绝不会再错 一般来说逮到这个露虹鱼 我们至少能够保证无伤加替身干掉他一只 但这把我要特攻加六 是这个土地 moonshine of which you speak 可以看到现在对面的骆驼母席一级还剩死血 但我们不需要去打他 我们只需要走一步停招 替身再来一次水流环三者任选其一就行 就像点赞投币加收藏三者任选其一就行 再来一次失败是因为他已经再来一次了 只能使出水炮 饮水特型发动特攻再上升一个等级 应该直接拉满了啊 那么的话各位观众咱们今天这个满血加一个地身 加上特攻加六的霓虹鱼就正式形成了 成型了 非常轻松就将这个露虹鱼斩落马下 从我先下一层将场上旅分改写成为1比0 由我方暂时领先 那么的话接下来对手将会派出哪一只精灵 让我们稍时休息拭目以待 咱们这个霓虹鱼虽然说特攻加六 但是呢 这只是一个意外啊 他并不具备收割能力啊 好的回忆比赛 这边对手选择派出他的二发选手 龙加幽灵属性的多龙巴鲁托 那这里我们应该可以凭借T神掩护 强行吃下他一发攻击 然后呢再利用朝旋 蹭一点伤害是一点伤害 然后下一个回合没有守住的话 我们直接切那个荷马兽 开启杀影模式啊 看他怎么想 好的龙剑 这个老六平坚一手 穿透特性无视我的无敌替身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先派出咱们的荷马兽 来把场上的天气改一下 开启杀暴 为咱们接下来的杀暴模式 包括杀影模式做好准备 说话间咱们的荷马兽 依然来到比赛场上 杨沙特性发动 将场上的天气改成了杀暴天气 道具方面选择的是这个逃脱按键 本来是想换出来直接弹走啊 现在的话随便点一个技能啊 反正没有出手权 点一手哈欠 防抬手龙之五啊 不过说实话我刚刚觉得他那个伤害 有点像讲究头戴 一把龙剑都趁着给我打死了那个心 我真是想 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来气 好了 核对比赛这边对手并没有选择龙 我是选择直接龙剑攻了上来 好多按键生效 受到伤害之后直接跟后排进行交换 这样的话可以多一个回合的杀暴天气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换出咱们的梦哥仙人掌 特性是杀暴天气的情况下 对手的命中率会降低20% 在我看来是一个可以创造无限可能性的这么一个特性 这里我可以有突袭 从属性上给他压力 本系突袭 他可以太进化 但是呢 他不一定打得中我 所以说这里我们先不急啊 先给他布下一个堂堂正正的寄生种子 将他的血量为我所用 好的回到比赛 这边对手见识不妙 拔腿就跑 选择换下他的多龙巴鲁托 替换出场的则是他的最后一只精灵 看一下谁 OK铁舞者 闪光铁舞者啊 鞋带的道具是这个趋近能量 一出场就可以触发他的夸克充能 提升的是速度 那么的话现在他这个速度就高达很高啊 非常快 反观咱们梦哥仙掌则是称对手换日记 布下一个堂堂正正的寄生种子 也就是说呢 他接下来的每个回合将会有损失八分之一的血量 为我所用 爽啊 舒服啊 那么的话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利用 尖刺防守这个技能来试探一下 看看他这个铁舞者是特攻流还是物攻流 毕竟他的双弓都很高 好的回到比赛我方先请出招指的一个坚持防守 摆出防守的架势 调者则是一近身战运环击 一个马不用前一击左勾拳右勾拳 一具惹我的人有危险 打了一个寂寞 同时呢 被我们这个针刺反伤 受到了一点伤害 再配合杀暴 刮一下 即使种子 再吸一口 Oh my god 这也太惨暴了吧 这也太猥琐了吧 这一个回合下来 他一半血量没有了 好了各位观众 现在场上局势对于我们来说 依然是有得搞啊 现在杀暴应该是最后一个回合 等否成功的躲掉他一个技能 将是我们获胜的关键 俗话说的好 功夫再高也怕拆刀 你命中率这么低 只有80打不中 你双弓再高又有何用呢 对于我来说跟没有一样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打不中你就是白给 我反手就这个轻潮 在造成杀力同时 还提升一段速度 可以说是又闪又快又出出 杀暴挂一下 再配合清朝组织吸一口 Oh my god 直接没有了 不知不觉 他的这个血条就没有了 还剩一丝血 还剩一丝血 刚才搞错了 这个杀暴 现在才是最后一个回合 这里队友来说 无论是点突袭 还是坚持防守 都是非常稳的一个操作 他可以选择换人 但是呢 没有用 对我来说没有用 只不过是 狗言残喘 狗活于世罢了 那么的话 我们就激进一点 直接突袭 我方先进出刀 这个突袭 OK 成功命中 虽然说他妖精加格斗属性 这个组合 是被抵抗咱们突袭 但是 这一点血量 杀掉他还是绰绰有余 杀暴停止 但没关系 咱们的杀核马 依然健在 再开启一轮天气 完全不是问题 目前场上局势 是对方还剩下 最后一只 多龙巴洛托 面对的是 我方的杀影兄弟 我先坚持防守一下 我先看他干什么 可以看到这边对手选择太金化 看来还是对我的突袭 有所忌惮 嘿嘿嘿 我头顶一个爱心 是一个太金 妖精的这么一个 多龙巴洛托 但没关系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种都是花里胡哨 就这么狂 年少轻狂 出我坚持防守 习武之人 讲究的是 妖马合一 对手一个龙剑 打上来 直接被我们拒之门外 可惜 这个龙剑 不是接触了一技能 不然的话 还可以稍微 称一点伤害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没什么好想的 直接顺势 换出这个河马兽 为咱们第二轮的 闪避大技 做好准备 杨沙特强发动 将场上天气 改成了沙暴天气 多龙则是趁机 以龙剑御环节 啊 讲究头戴 龙剑 我还说讲究头戴哦 就这样 我还以为有多强呢 还浪费我 一个回合的沙暴 真的是可慕啊 你这个多龙 真的是可慕 这把救机 因为这个多龙 破坏了我们节奏 好的回调比赛 咱们的这个 孟哥新生党 再次闪亮登场啊 目前常任局 是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只要他打中我 我们就输 只要打不中 就还有机会 但他打得中吗 他根本打不中 来龙剑 干我 轮到王方出招 寄生党者 稳稳命中 那么的话 也就是说 对手每一个回合 都在掉血 而我每一个回合 都在吸血 此消彼长 那么最后的结果 将不言而喻 好的 那么接下来 这个回合将非常的关键啊 我切一手防守姿态 这个防守姿态 就非常的有意思哦 他切为这个防守姿态之后 杀影特性必不出发 必定打得中我 这就非常的智能啊 不会因为我这个 监制防守 被杀影夺去 反倒反伤不到对面 这种事情 如果发生的话 其实非常的尴尬 好了 各位观众 回到比赛啊 现在非常关键啊 是我们这局 能否获胜的关键回合 咱们没有3-3 整敢上两三 光光难过 光光过 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 容不得有半点失误 躲得过除一 也要躲得过十五 不然的话 就相当于白给 他多龙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龙系啊 我们可以起草打上去 一倍伤害 加油 梦哥仙掌龙剑出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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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莎仙掌 尿屁 梦莎仙掌非常的给力 直接一个起草 给多龙打进一个 风中残存状态 同时沙暴天气停止了 吸他一口 他就没有了 直接终结到了对手 这个太惊妖的 多龙巴鲁托 强势战场 站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刻 最终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mundi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